歡迎收看給你點上新燈 今天我們節目還是繼續來看 連生活佛在馬來西亞的弘法之行 來到了妙音雷葬寺 做寶貴的法語開示 當然佛佛淨土 不只是西方極樂世界 東方琉璃光世界 阿出佛的善見世界 萬世音菩薩的沿通世界 很多很多的地藏王菩薩 他的這個 脆微世界 脆微世界 很多活活淨土 那麼阿彌陀如來的 因為所有的佛教徒 都念 見面就念 南無阿彌陀佛 所以道教 他見面念 無量受佛 見面念無量受佛 無量受佛也是阿彌陀佛 所以佛教界有講 這個 家家彌陀 父父觀音 每一個家裡都知道阿彌陀佛 任何人都知道阿彌陀佛 任何人都知道阿彌陀佛 任何人都知道觀世音菩薩 那麼西方極樂世界 西方三聖 就是阿彌陀佛 就是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四聖菩薩 我們馬哈雙蓮詞 蓮花童子 就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是佛眼佛母的雙眼所畫出來的 馬哈雙蓮詞 就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我們將來的回歸 我們真正的家鄉 就在馬哈雙蓮詞 就在馬哈雙蓮詞 那什麼是妙音呢 什麼是妙音呢 蓮花童子不是講說這個 唯妙天音 淫外聽 這是蓮花童子唱出來的妙音啊 這個西藏有一個很偉大的 這後紅旗的一個大使 叫做卓米益詞 卓米益詞 卓米 他的本名叫斯嘉益詞 斯嘉益詞 他就是卓米大益詞 當時後紅旗的時候 朗達媽王滅佛以後 第一個去西藏 他跟兩個人去西藏 兩個西藏人去印度求法 一個西藏人就是卓米益詞 另外是一個達洛 達洛這兩個人到印度去求法 這兩個人去求法 一個就是卓米大益詞 他是最偉大的 後紅旗最偉大的人物 那後紅旗的時候啊 達洛也跟著去 可惜達洛喜歡遊玩 不認真用功 他喜歡啊 到處去拜八大聖地 去了菩提加雅 他就留在菩提加雅 就在那邊修行 沒有真正去學法 參拜聖地而已 只有龍旗大師 只有卓米大義師師師家一喜 他到了超界寺 進了超界寺有六閒門 东门是新底巴尊者 西门是与志在称尊者 北门是纳罗巴尊者 南门是另外一个尊者 我现在记不起来 中门有两个 一共有六贤门 中门有两个 一个是宝金刚尊者 一个是庙吉祥 善庙吉祥尊者 善庙吉祥尊者 一共有六位尊者 卓米义士拜了六个尊者为师 后来他回到西藏 他写了无数的法 我告诉你 西藏的祖师也 宏教的祖师也 山树尔是卓米义士的弟子 白教的祖师也 白教的祖师也 纳罗巴 马尔巴 西藏是马尔巴 马尔巴尊者 是卓米义士的弟子 再来 发酵的祖师也 就是卓米义士 就是发酵的最主要的祖师也 因为他就是我今天讲 道国 碧瓦巴的真正的传人 就是卓米义士 他整个该挂了花教 卓米义士是花教 白教 红教 都是他的弟子 全部都是他的弟子 后红旗最伟大的人物 那宗卡巴黄教不是 那是黄教的 的根本上师 宗卡巴的根本上师 是哲尊仁达瓦 你知道吗 哲尊仁达瓦是谁 他是花教的 花教的上师 所以黄教本身是学习了 花教的 仁达瓦的这个 这样子来的 所以也等于说 从花教里面再分出来 这个 变成黄教 现在是黄教 所以你看 宗米义士多么伟大 求法的精神 非常的伟大 他真正学习的六神 这个六弦门的法 所有六弦门的 所有的五大金刚法 喜金刚 喜金刚 这个 秘籍金刚 圣乐金刚 大方画王金刚 大威德金刚 他全部通通都学习 十人金刚 他也学习 真正这个后红旗 最伟大的 是卓母义士 施迦义士 连生活佛的这一本书 您一定要看 因为 那看不见的世界 原来真相是这样 鬼欲 您要看仔细 这个后红旗最伟大的人物 是卓母义士 施迦义士 那么他第一个相应的本尊是谁啊 告诉你 卓母义士第一个相应的本尊 这是妙音天迷 所以我说你们妙音雷仗士非常伟大 他是卓母义士相应 第一个的妙音天女 妙音天女出现 给他两支金色的笔 给他两支金色的笔 他在途中有遇到魔 遇到一个紫色的魔 紫色的魔 放两个眼睛 放紫色的光 遇到一个紫色的魔 他没有办法抵抗 但是他化身成为妙音天女 由妙音天女的手中 出现两支笔 这两支笔就射出两道金光 把那个紫色的魔的两个眼睛 给他让他受伤 让他瞎掉 最后他降服了那个紫色的魔 所以他第一个相应的本尊 就是妙音天女 告诉你妙音天女 本身不只是声音好 会歌唱 甚至于妙音天女 他能够多才多艺 他也能够画画 也能够写字 因为妙音天女的缘故 卓米医师学会了环语 就是印度 印度的语言 印度的文字 是卓米医师去创造出来的 卓米医师学习了印度的语 所以他才叫大义师 他可以翻译所有的经典 看懂所有的环语的经典 妙音雷障事 为什么要启成妙音 莲花童子也有 唯妙天音 淫外天 妙音 卓米大义师 第一个相应的本尊 就是妙音天女 也是妙音 现在讲一个笑话吧 也不是笑话 跟大家聊天 我问他们讲 那个雷障事 这里是属于太平 那太平距离那个多远 距离仪保多远 一个小时 那太平是太平 仪保是仪保 仪保跟这个太平 有没有什么关系 同一个周 同一个周 那医保有很多的山 你们这里有没有山 太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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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里也一样很多山吗 跟医保差不多 那我听说这个医保出没你 那太平呢 你跟太平离仪保很近 太平也出没你 后面这个师姐是谁 我是来自荣活周的 那为什么说仪保出没你呢 因为山水多 那以前他们都是喝山水 所以体肤特别好 原来你荣活周的也知道 太平跟仪保都出没你 他们都知道了 那我离开仪保的时候 很多很漂亮的小姐 我在车子里面看到很多 很漂亮的小姐 他们都跟我讲说 师尊留下来 那我就跟师母讲说 哎呀 你自己一个人回台湾吗 结果师母讲说 师母跟我讲 那我也要住在医保 她也要住在医保 她也要留下来 那我就跟师母讲 这样好了 你留下来我回台湾 哇 真的好多美女耶 每个人都站在车子旁边 师尊留下来 这个还有还讲了一句 师尊我们需要你 我就需要你一个 太平也是一样跟仪保一样的 就是除美女的地方 其实荣活周的 你也是很美啊 对 荣活周 又柔又柔又和 它多好 柔是吗 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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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好一点 柔不好 十尊什么都不怕 不怕鬼 十尊也什么都不怕 不怕神 神也不怕 鬼也不怕 天也不怕 地也不怕 最怕的就是 你们都知道 天底下就是有美女 才能组织师尊的修行之路 如果没有美女的话 我这个所有上师群衷 我的分数应该是低高的 对啊 我修行 我真的是很高 修行真的是修到很高 那么我写作 也是写到第一高 我常常讲 我的写作跟修行 是一般高的 为什么呢 每天写作 也每天修行 从来没有停止过 今天呢 这个姚石金母 给我打分数 你修行不高 就是没你主路 没你主我 这修行之路 这一心呢 你就可以成就 可以成佛的 现在呢 就变成多心 多心你就不能够有成就 所以我们记得小心 这个 我们要守五戒 杀到云忘旧 杀到云忘旧 这五戒一定要守 出家人一定要守这五戒 连生活佛的这一本书 您一定要看 因为那看不见的世界 原来真相是这样 鬼欲 您要看仔细 师母是不是没你啊 师母 你们讲对了 她是资深美女 你看 昨天晚上在那个 看那个表演 师母出来跳那个排舞 跟那些年轻二十岁的小姑娘 一起跳排舞 她七十岁的老娘 还在跳排舞 这眼看啊 真的是一枝花耶 然后我一直目不转睛的 看着师母在跳 她的身材 跟那些小姑娘的身材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 不过 讲实在话 她真的是 资深美女 我经常笑她 你也是 老娘的翼腿 老是要这样子露出来 给人家看 大家还以为 你走在前面 不看你正面 你往前面走 后面还跟那一匹一大票的男生 他还穿迷你裙 所以啊 师尊的修行 是有阻碍 都是没你害的 我应该啊 像我这样子 应该到深山里面去 一个人独居 到深山里面去 一个人独居 我不走 红尘 不走红尘 我很精进的这样子 每天这样子修的话 一阵可以化为 一道彩虹 上升天界 可以寄生成佛 因为师尊懂得 所有修行的口诀 我师父教给我 很多的口诀 我都知道 我们有所谓的 词明成就 就是靠着这个妙音 两个字 词明成就 咒语 你一定要念得 非常非常的 微妙 不是嘴巴念 而且要进到你的心 也要念 不只你的心 也要念 也要在你的身体里面 咒音在你的身体里面 行完 从头顶 一直到脚趾头 全身都是咒 你的心 要化成曼达拉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念 把它选走 那个声音一直到头顶 再降到脚底 把全身都变成咒 到最后来 变成 奥 阿 奥 奥 我不是教大家吗 有七日往生法 当你的这个咒音 写到最微妙的时候 你把自己的身体 变成一个奥日 虚空宇宙 变成一个阿字 智慧本身 变成一个阿字 这个阿字 有一个勾 刚好勾住你的这个 日夜轮 奥日的那个勾 一个圈圈 勾住 一声阿 奥 就往生佛果 这一勾 就为你勾到佛果去 这是很有名的 七日往生法 你学会 奥 阿 奥 就知道 大幻化妄金刚 大幻 是什么 翁 化妄是什么 阿 众生最底下的是什么 就是 哄 就是从众生 一直到成佛 就是大幻化妄金刚 智慧本尊 就是阿 阿 就是那个点 上面的眼睛 就是佛 金日塔 最上面的一点 就是阿 地下 都是 全部都是后 就是大幻化妄 金刚的意识 就是在这里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咒语 这个咒语 因为咒语 它都有很多的口诀 咒语很多的口诀 谁知道 妙音天理的所应 有谁知道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妙因佛母的 是离开的 是吗 还有一个牵牵 那底下有没有牵牵 没有 ok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告诉你 今天在妙因雷藏寺 我就讲 妙因雷藏寺 妙因佛母 他这个手印 他的秘密在哪里 知道了 ok 这种印叫做一燕印 这种印叫做一燕印 这种印 另外一个印在上面 一个印在下面 这样子比 你要让 妙因佛母向下降 有一个口诀 你的大拇指跟食指 右手的大拇指跟食指 相念的时候 要磨三项 磨三项 这个就是口诀 因为磨三项 重要的口诀 不再解手印了 我告诉你 手印当中 你还有触动 妙因佛母的心 那一种手印 才是真正的手印